今次選用了薑黃 因為本身薑黃是一些比較流行的食物 薑黃素對於一些艾爾滋海蜜症也有幫助 但味道不算特別香濃 所以我在薑黃燉蛋裡 我也選用了一些中國的大肉薑 令它不單止在薑黃燉蛋裡有些顏色 而且口感也會比較濃郁 首先我會將薑用一個攪拌器打碎 然後拿了汁備用 然後我會用碗把雞蛋、糖、電動攪拌器發勻 然後加入豆奶再加薑汁 薑黃是要比較新鮮處理的 磨完之後 拿一個湯袋 然後就拿汁 放進去攪拌器之後 放進一些小器皿裡 然後再包補保鮮紙 大概蒸15分鐘 蒸了15分鐘之後 加入荷葉少許銀杏 做一個裝飾 這個薑黃燉蛋就完成了 陸在膠窗沒有難度 Green yourself 黃燈那嗎 有 三